又收到你的新疊,Self Portrait 終於跟大家見面了,在五月份的時間 裡面有五首你的作品 其實五首自己都有份去參與 有創作,有些是寫歌,有些是填詞等等 五年寫五隻,其實是五年裡面每一年寫一隻 還是其實五年裡面一早已經有了這些作品 頭四首歌本身已經有了,當時是一五年或是一六年寫好了 為何說歷時五年的創作呢 真的有一首歌是近期寫的 就是這首歌中的最後一首歌,叫做安眠詩 其實真的很新鮮熱辣 這首歌是五月出,四月中才寫的 這個是Deathline Fighter 這麼厲害? 最後在一個月時間裡面作好、填詞、編好、錄好、MASTER 因為Galmaster當時是五月一 我記得當時是寫的,那天正在拍攝這輯照 想每一首歌都拍一張照片 但當時攝影師問過 那你最後那首歌是甚麼歌? 那時候還沒寫好 我便知道是一首,關於有出口 關於解脫的那首歌 那天真是臨急抱佛腳 知道再不寫就沒辦法 整首歌都只剩下四首歌 但平時很多EP四首歌 很多樂迷都覺得 acceptable 為何一定要五首呢? 因為他公司給錢 我做了一首歌就做了一首歌 謝謝公司 等一下 你自己洩底 四首五首就洩底 那最後一首歌 如何走來靈感 馬上來到就可以寫到這首歌 靈感真的是來自一個Deathline 我真的沒有其他解釋方式 要不要解釋 要跟著他做 那些叫做局 局局就有了 都對 但這次的EP都很厲害 因為你的文案裏面 整個故事 大約有七千字 串連了你五首作品 文說這個故事 都是你接下來的愛情小說裏面的編章 其實Planet今年都可以繼續出書 但始終未有實際 說今年會有書籤 所以出版社都不敢去做什麼 但其實這六千字是來自於 我新書的三萬字 新的愛情小說片章 是 擺在這個新碟裏面 因為這六千字其實是呼應 新碟裏面的五首歌 它裏面放了五首歌的不同元素 所以其實你去看這六千字 暫時只能夠買碟才能看到 因為未知是否會輸 但看完這六千字之後 你會更加去理解到 這五首歌的 為何他們會出現 以及他們的男主角的心路歷程 但很大膽 第一句已經說人妻與怪獸 有什麼分別 這些是主觀的 他是這樣看的 他自己經歷的人妻 其實是對他很差的 所以其實他有一個很差的觀感 你自己有什麼親身體驗 我也想 我還未成為人妻 不是 我問你做Jace 我還未成為人妻 你還未成為人妻 你還未成為人妻 是不是你 不是我寫故事 是有類同實屬巧合 這首歌的主題 五年前已經想到 有這麼多四首歌 主題已經定了一些比較禁忌 例如說慾望 謊言 這些議題 AP的主題是人性 所以人性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寫 但我覺得最大的題目是 慾望 謊言 哀愁 所以就是頭三首歌 就是禁區 Bounce Back 和阿愁 就是講這三件事 禁區待會我們也會聽到 如果Jace表現良好的話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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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天真話事 不是我話事 如果表現良好的話 就一定聽到 這首歌是Futuring 鍾舒曼 為什麼會有這次合作 鍾舒奇 鍾舒奇 怎麼會促成這個合作 因為我覺得禁區這首歌 是一男一女的 在禁區一個情慾對談 情慾對談 所以很想找一個女生 去呈現畫面 想了很多人選 那時候大概是八月 即是去年八月九月的時候 就決定去馬拉去找鍾舒奇 因為我覺得她的形象上 和聲線上 和這首歌 這首很荒謬的禁區 R&B禁區 和我自己都可以配合 所以那時候想找她 但是 遇上她就有些工作了 就像Touring 所以就做不到 但你本身是和他認識嗎 認識她 沒有談過她 沒有談過她 我們第一次聊天 是我們錄音的時候 那時候 才是第一次聊天 那時候 對 那時候大概是三月 那時候 因為可能疫情 大家都可能比較慘 所以 第二次再找她 她就有時間去做這件事 OK 但是想像之中的鍾舒奇 和大家不近身了 真的要一起工作的時間 那個感覺是否完全一月內一樣 沒有令你失望 還是會更多呢 更猛烈 唱歌其實她技術很好 所以真的不需要再多說 因為我本身不太認識她 所以本身對她來說 只是對認識她唱歌的方面 但是她笑得很大聲 笑得很大聲 即是有點嫌棄她 不是嫌棄她 是事實 還不是大聲都嚇到你 她們兩姐妹其實都是很開心 很開朗的 意思是她用那個head tone 用得很好 唱歌聰明的人就會用 傳得很遠 傳得很遠 但其實我本身跟她合作的時候 都不是很熟悉的 都是合作上面的溝通 但是最近跟Self Watcher這隊隊去吃飯 她也有來到 她送了一個禮物給我 那一刻我真的有一點感動 那是一枝鋼筆 應該可能也不便宜 因為她知道我是喜歡寫字的人 我是文字人 她觀察到東西 我沒有跟她說的 她自己做了研究 看我的姿勢 她說看我的表演 所以她做了研究 知道我是寫字人 所以就買了一枝鋼筆給我 我沒有鋼筆 她說她自己也很喜歡寫字 我決定為了這枝鋼筆 研究一下怎樣用鋼筆 要研究用鋼筆 一定不用研究 她根本上已經滿肚墨水 已經鑄滿了鋼筆 已經鑄滿了 我不夠墨就在肚子裡拿 3點46分的時間 希望大家多多關注這張大碟 Self Portrait 裡面有五首都是 有Jace幫忙寫的自己作曲 甚至有參與填詞部分的作品 沒錯 問題呢 跟新朋友是有些關係的 是 跟阿鍾舒奇有新的合作 是 據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 統計出 1940-2010年 70年 70年期間 最能夠尋找到伴侶的方法是什麼呢 A 就是找招籍相處的同事 還是 B 朋友介紹呢 懂伴侶 對 找到伴侶的方法 你覺得呢 天欣 找到同事 還是朋友介紹呢 因為他講到同事 但他講到招籍相對 我記得有一個心理學家說過 好像有一個 我忘記一個學名叫什麼 總之是重複性的效果 在我心裡 在別人的心裡會發現 就是怎樣呢 可能你看劇的時候 可能你看第一集 看到女主角 覺得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但是你看到她十次八次 看到她十個小時 八個小時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她順眼了 漂亮了 有機會聽歌也是這樣 第一次聽 咦? 一般的 然後聽了十次 正的了 開始喜歡的了 這個重複效果就是這樣 所以招籍相對 我懷疑都是同一個道理 所以可能我第一天看到 你不用懷疑 阿青 你想說什麼 阿青 你想在你面前 對阿青表白 現在看到第四五個月 開始慢慢越來越正 已經順眼了 本來已經覺得是怪獸 現在就不想打爛 越來即頭正都爆 你不要這麼公然 但她就會跟你說隔離飯鄉 隔離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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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是So Jays吸引一點 所以我就告訴你 有機會是招籍相對的同事 就有機會找到他們最佳本 OK 原來我們商台多不多 我不知道 做一個統計 六爺應該見證最多 幾十年 六爺不可以說的 六爺說這些全部 不可以說會被別人滅口 好好好 躲起來 你好像是朋友介紹 對呀 我覺得是朋友介紹 因為是1940至2010年 我就聽過一個美國的朋友說 因為那時候他在美國讀書 他就說身邊的朋友 譬如天欣你有個女朋友 你介紹給你的朋友 那你的朋友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心動 但因為朋友妻就不可虧 所以那些朋友就會即時覺得 就要介紹另一半給你的朋友 讓你不要對著我的女朋友 有心動的感覺 即是會積極地 將自己身邊的朋友介紹給他 令到他脫單 就不會侯著我的伴侶 是很特意地介紹 即是美國是有這樣的文化 他這樣說 不是一個文化 可能大家這樣做 文化 真的 他講華人 還是說 朋友介紹 他說美國 也算是 你覺得呢 我的想法 跟我的六千字開頭 人妻子怪獸 對得太多 反而變怪獸 反而驗了 生驗了 所以我買的概念 也是青江的 較為反鄉 較為反鄉 因為有一件事 很吸引 神秘感 新的朋友 你不認識他 想發覺多些 但對著同事的 都習慣了 醜態都出來了 沒錯 你發訊息給他 遲些不回覆 你便想 為什麽還不回覆我 很神秘感 你便看到他的人格 即是同事的 你熟了 看到他的人格 其他那些 你看不到 根本就是賤格 他 就算是 都不知道 所以 所以你的推大 是朋友介紹 是朋友介紹 好 Jace的答案 是對還是錯 有 好 好小學嘉賓 兩條都答中 對 回到King Sir 跟我們解答一下 好 這個研究 發佈在美國的 社會學評論的雜誌上 史丹福大學 針對三千多位 美國人進行研究 發現男女認識另一半 而且結成伴侶的方法 第七位 鄰居 第六位 家人介紹 第五位 大學同學 第四位 招籍相處的同事 這個第四位 第三位 在社交場所 第二位 APP交友 第一位 就是朋友介紹 朋友介紹就是最常見 也是最可靠的方法 朋友是會依照你喜歡的類型 才會介紹對象給你的 對 加上 共同朋友很多 能夠避免單獨約會時的尷尬 而且多些人坐陣 也能夠讓兩個人更加在 自然的場合上 認識彼此 並且發展成為情侶 哦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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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有 燃 elekt 就是 收 Her Fell 是 col